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延長人的死亡和中間所承受的痛苦 也令他失去尊嚴 但到最後,怎樣可以死得好 又或者不要死得那麼慘 我想與此要指示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器具 我覺得有些人需要躁著 當你的末期病是30年之後發生的 其實未必是你現在的願望 就是到時30年後的願望 41歲做園景設計師的Vicky很喜歡種植 他在這個共享農田原地 租了一塊田種瓜菜 每個星期都會有一至兩天來做家人農夫 當那個盆栽是由苗開始 然後它慢慢再長多些葉 甚至會開花 那…看到那個過程其實是很開心的 當然有失敗的時候 那…就檢討一下自己做錯了些什麼 令到一棵植物死了 專心耕種 除了可以拋下工作煩惱 Vicky說還會領略到不少人生哲理 從種子開始, 牠會發芽, 會變成一棵植物 到牠的周期要完結的時候 牠會花開花落, 暴入衰落, 要死亡 這也是很自然會發生的事 其實就像人生一樣 你還是會有生老病死的 為了什麼, 你要延長牠的生命 其實牠已經差不多到終點了 十幾年前, Vicky一位家人離世 在處理後事期間 親人和朋友都不清楚 那位家人想怎樣辦理身後事 她說當時大家六神無主 唯有跟從殯儀公司做最傳統的儀式 但卻不知道是否是世者的想法 那次經歷, 令Vicky思考 離世前應該做什麼準備 九年前, 牠去挪威留學 就選擇了墳場設計 作為畢業作品的主題 去到挪威的時候 也有特意看牠們的墳場 有椅子坐下 甚至有人會帶三文治去吃 就像去一個普通的公園 華人社會對於死亡這件事 好像盡量不說出口 又或者很避忌 說了會不吉利 每一個人要面對 也要面對家人 或者很親的朋友的離開 既然這些是你人生中 一定要面對的事情 我就會覺得 不如開心見城去說自己想怎樣 Vicky覺得 人為出生做計劃 亦應該為死亡做準備 他說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是一個好的選擇 究竟死亡會何時降臨 究竟夠還是不夠 或者救到什麼程度 有一個很清晰的決定 或者想法可以告訴家人 大家是有共識理解的 我覺得是最好的 預設醫療指示 是讓有精神能力的成年人 預先決定自己到生命末期 沒有自眷能力時候 希望接受的健康護理形式 包括拒絕接受心肺復甦術 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例如人工輔助呼吸 血液製品 人工營養位置等等 那是否等於安樂死呢 一直推動預設醫療指示的 外科醫生范寧 說預設醫療指示 和主動要求完結生命的安樂死 是截然不同的事 安樂死是我們主動去做一些動作 令到人即時死亡 預設醫療指示 就是你透過一個慎重的思考 去到你的病情是末期不可逆轉 會不會是去到尼流之際 還要跟你搶救呢 是延長人的死亡 和中間所承受的痛苦 亦都令他失去尊嚴 最後怎樣可以死得好 又或者倒轉 不要死得那麼慘 我想預設醫療指示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器具呢 現在香港沒有法例 訂明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地位 而根據消防條例第九十五章 規定消防署人員包括救護員 必須協助任何看似需要迅速 或立即接受醫療護理的人 令那個人復甦或維持他的生命 這條條例 和預設醫療指示的不做搶救 出現矛盾情況 有關注預設醫療的學者 認為有盡早立法的必要 消防條例已經是有一條法例 叫你去這樣做 但同一時間 你的預設醫療指示 是未被立法的 那法律效力的地位 好像比較低的情況 那些人可能會做搶救 但其實你不想 你作為一個病人 你不想做搶救 你也訂立了一個預設醫療指示 其實在倫理上有一個衝突 所以如果我們把預設醫療指示 都立法 那你就可以更加尊重病人的自主 上個月 政府將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 決定條例草案提上立法會而讀 草案中列出三個情況 分別是抹期疾病 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 氛迷狀況 和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 受限疾病 被簽署者決定 在這三種情況下 是否做心肺復甦術 以及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草案強調以滲入移出為原則 即是被病人訂立前謹慎考慮 假如改變決定 亦有機制容易宣告指示無效 是否有很多佛教的家屬 會想接這個獵花 我不知道是家屬的意願 還是因為我們知道它的狀況 去年開始 Vicky參加了一個非牟利機構的義工計劃 幫助一些有經濟困難的家庭辦理身後事 期間她參加了一些專為義工而設 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講座 一個多月前,她就決定簽署 我很希望生活是有質素的 不是為了生命的無限延長 如果已經很重病 甚至是一個昏迷狀態 對我來說,強行延長生命 其實是沒有很大的意義 不是一種不積極的事 也不是說你很年輕 所以你怎樣都要延長你的生命 因為前設就是 你都已經到盡頭 兼昏迷 兼沒有人質素的質素 我覺得跟年稅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Vicky說決定簽署預設醫療指示 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家人 有很多重病或者癌症 你會花費很多人力物力 或者是金錢 家人要照顧我 無論是時間上、金錢上 身心各方面 要去照顧一個昏迷了的自己 如果我可以在清醒的時候 做這個決定 除了為自己,也是為他們 鍾一樂是中大醫學倫理中心的總監 他贊成預設醫療指示立法 不過就認為一個人臨終前的想法 和沒有病時候可以自然不同 他擔心過早或末期疾病 或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 受限疾病的預設醫療指示 到時會不適用 我覺得有些需要斟酌 譬如說一個三十多歲、四十歲的人 他可否預計到自己 真的患了末期病的時候 他想怎樣?未必可以 當你的末期病是三十年後發生的 你的人生一直都有不同的反思 不同的改變的想法 其實未必是你現在的願望 就是到時三十年後的願望 不過推動預設醫療指示的醫生范寧 就說如果發現有病 才去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可能已經太遲 立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 是進入而出 如果想法有改變 隨時都可以再作指示 是否真的要得到那個病 然後才去思考呢? 當一個人的病情越來越差的時候 他的身心社靈 其實各方面都是很大的壓力 在一個這麼重大的時刻 去做一個決定 是否都相對地困難呢? 如果他在得到那份預設醫療指示的過程 去經過很慎重的思考的話 他要改變的話 他一定是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想法上的轉變 我們容許他得到那個改變 更加是彰顯到 預設醫療指示的優點 但是我在疫情 yapıyorsun 我 Murray 現在卻踢到醫師 我們要走 我會看到你的家 我們要逐出 將來的那種 其實不是我會 非常好 喂 喂, 要幫你擦嗎? 給你衣服, 來吧 好啊, 好啊 要幫你擦, 多少塊? 不用 88歲的財叔以前做酒樓雜工 10年前因為腳傷退休 走路要靠拐杖支撐 有時走幾步就要坐一坐 以前300斤都這麼碰上的 磨損了他的肩膀, 他的關節磨損了 不能走, 不能走就坐 回到電影 我仍然也是, 這裡沒有電影 去壺看吧 賣魚吧, 沒雜財 蔡叔86歲的太太 去年確診患有腦退化症 试过不见钱,不记得关牢 更加有一次试过不记得回家 行动不便的财叔要照顾太太 但是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时出现问题 去年七月就因病进了医院 接近两个礼拜 有社工建议他们进入住老人院 但是财叔就坚持不去 我女夫妻一世人最少理多 我在家路过去 偷渡到香港 跟她回家十几年 现在大家在团圆 她要天天照顾她 那就挺好 如果你去那些旅游 她有一花 我有一花 她从哪里看得到 2022年 香港65岁或以上人士 有大约157万 渐渐在人口超过两成 即是每五个港人 就有一个是长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 香港已经进入超高零社会 财叔早晨 早晨 早晨 我们又来跟你聊天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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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好 你先坐好 这一天 社匡护士梁晓华、卢念珠 和另外两位社区组织义工 月华和阿薇 去探财叔梁夫妇 梁晓华 所属的团队会探访独居长者 或者商劳家庭 提供基本护理、药物指导等等的服务 最近他们和几个社区组织合作 然后就打算先跟子女说 知道 没有 这些事情 肩部就下跌 肩部的 你觉得肩部下跌 我明白 你怎么知道以后的情况如何 對, 我們不知道會怎樣 所以想來跟子女談談 社區組織義工月華和阿薇 上個月開始跟進財叔個案 他們差不多每個星期 都會探財叔一次 這次是他們第一次 跟財叔談如設醫療指示 別想這些以後的事 或者都很長 那時候才會過 哪裏能量那麼多 下次見 我們預期很容易入手 對, 怎知道她是很傳統 這方面她是很傳統 其實這個話題對老人家來說真是一個大挑戰 有很多傳統的 都不想說死亡的事 罪魄險死 我自己本人很害怕見甚麼死 我也不是我 那我跟死有甚麼分別呢 平時就像剛才這樣說 一直推動預設醫療指示的外科醫生范寧 這一天在工作坊 訓練前線社工和地區組織義工 如何在社區和居民講解 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等等的晚期服務 現在開始見到有很多支援在家 就是護理的服務出現 透過建立關係 有一種醫護關係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就是深入去探討這一系列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是 如何發展出一種醫社合作的模式 在社區推動呢 還有很多事情去做 希望透過預設醫療指示立法 去重新再引起大家 去大家一起在一個長壽的社會裡 如何走好一條路 醫管局在2010年 制定預設醫療指示指引和範本 並且在2012年開始使用 根據他們的數字 更新年來 在醫管局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的人 2013年有325人 2022年就有1455人 方女士三年前因為意外流傷 人致椎間盤嚴重突出 手術之後要定時做復康治療 不過她患有心臟病 不能夠做劇烈運動 所以就選擇做比較輕鬆的水中物理治療 我多做了很多運動 而且現在我生過身後 我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 因為以前會把很多心機照顧家人 但現在我一定要照顧自己 因為我的子女都不在我身邊 如果我照顧不到自己 誰照顧我 方女士的外籍丈夫患有柏金順症 三年前因為逐親入院 期間出現急性吸入性肺炎 由於丈夫長期要服用柏金順藥物 而有關的藥物只得吞劑 所以就決定用插喉的方式餵藥 不過幾個小時之後, 丈夫就離世 我可能做了一個少許不好的決定 插喉的過程, 見到一臂 其實流血了 如果本身她根本很不喜歡 其實是為了藥物, 如果不是為了藥物 根本不會被她拆掉 其實她是會感覺到痛的 我只能夠無言以對 她有辛苦時, 我有辛苦 見過丈夫離世前的痛苦 方女士決定 趁自己健康味道很差的時候 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其實痛苦不是我所擔心的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是不必要 你強行延長一個生命 是否一個必要的事 如果不是必要的, 為何要痛 萬一就昏迷了 但醫生說需要插喉胃喉 去位置營養 你這部份會否不想 其實我最不想是下面那部份 最不想 其實很多人都不想 我們說用胃喉胃喉胃喉 都是一個衛生治療的一部份 所以這部份你都不想 就把這部份剩下 來一天, 方女士約了醫生 在記者作為第二位見證人之下 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我怎麼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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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簽署遇了這部份 在記者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林大士, 憑俄遇刺醫療指示 你簽署遇刺醫療指示 我的心臟病其實有機會撤死 你明知道我也救不回來 你不要那麼辛苦, 令我更加辛苦 也不想拖累這麼多人 因為我的子女不在香港 她回不來, 很遺憾 為什麼不救她, 我也沒有違背 這麼多人帶來這麼多遺憾 謝謝各位